來要向這個武漢避險 就要勤洗手做好的環境的消毒 但是是不是 像我們在穿的蟻子也要消毒呢 網路上有在流傳說 武漢避險的病毒體質比較大 這個犯者如果是拍腳像 病困會直接滴下肚子 肚子面會變成大感染源 所以我們的蟻子 每天都要噴這個消毒水 專家說 不用啦 沒這個必要喔 來看今天的拍家特工隊 你的蟻子在走路過程中 北的什麼你感到清楚 網路流傳 武漢避險比30的病毒體質比較大 犯者拍腳像之後 八滾的直接落在土地 所以這個地面感染相對厲害 可以說都是武漢避險的病毒 感到是真的 第一個他不可能用自己的病毒 有顆粒在空中飄著 因為他是輕的 他飄不起來 他一定要附在飛沫裡面 所以會不會掉下來 是你決定讓飛沫的大小 不是病毒的大小 在什麼樣的飛沫上才是關鍵 網路上還傳言說你的鞋子在外頭會踩到很多排泄物或是痰 所以回到家之後一定要用心結劑做整雙鞋子的消毒 不用 我認為鞋底的病毒不太有機會感染你了 除非你去摸你的鞋子在碰自己的臉 那通常你不會做這種事情 你比較不會去摸你的鞋底 我們一般是不會這樣做 所以這種風險其實很低 但是鞋子比較適合可能晚上八度洗滾 到底回到家裡放鞋子之後 怎麼做才是對的 意思說放鞋子之後 修身的動作可以選擇用酒精消毒香手 那就是用三分清潔 把手洗乾淨 再放你的包包吃東西 另外洗完跟洗來鞋子要分清楚 人家把外面穿的鞋子穿在家裡 也不需要把整個鞋子都拿去消毒